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秒学Ruby系列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纲 看一下本节我们所需要学习的知识 经过预算符的学习 本节我们将会学习数值类和字符串类的相关知识 好,时间不多,我们进入知识要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数值类 数值类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我们平常在Ruby里面写的 一二三这样的数字 而这样一个类在Ruby里面它叫Numeric 但并不是所有的数字 它都是一个类 它也有子类 Numeric分成两个子类 第一个是Integer,整数 第二个是Floot,伏点数 伏点数就是带小数的 然后在整数中,它又分为Fixed Number 普通整数,还有Big Number,大整数 当然这样说起来同学们可能会有点 暈呼暈呼的,不要着急 这里只是让同学们先了解一下 它有哪几个类 如果记不太清楚你就直接记整数和伏点数就好了 因为剩下两个类型它们是自动转换的 那么我们进入今天第一个知识要点的第一个重点 类型转换 怎样的一个类型转换呢 整数和伏点数之间的一个转换 那好,我们先进终端来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伏点数 我要转换成一个整数 该怎么处理呢 要用点 2i方法 就进行转换了 那我是一个整数 要转换成伏点数怎么样啊 2f 就变成伏点数了 细心的同学可能会发现 2i这个i它就是integer 而2f的f就是floot 所以这个比较好记 这是第一重类型转换 我们来看第二个类型转换 从数字转换成字符串 就用to 同学们可以想想to什么 字符串to s是均匀 好,转换成字符串 那这是第二重 第三重 字符串转换为整数 或者伏点数 该如何处理呢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1.2i 或者1.2f 都是这样两个方法名号 翻来覆去的用 翻来覆去的调 同学们可以看出 Ruby在类型转换方面 是非常的简单 因为它所有的变量都是一个 类的实力 它都带有方法 可以非常轻松的转换 好,类型转换就讲到这里 在这里我希望给同学们再介绍三个函数 或者说上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进行四手五入的方法 叫Rund 四手五入 同学们可以看到满五 进一 不满 退一 第二个方法是进一法 叫Sale 第三个方法是退一法 Flo 这样三个方法都非常简单 希望同学们记一下 他们也是非常常用的 好 回到我们的第二个知识要点 Mass模块 在前几讲中 我们了解到Mass模块 它有Pi 这样一个常量 3.1415926 圆周率 同时在这里 可以给同学们提一下 还有自然对数E Mass里面除了有开方的SQRT方法以外 还有Sine Cosine 这算对数的方法 乘方的方法 都是比较常用的 在这里就不在中段里面一一去试了 希望同学们下课后把这些方法一个一个的试一下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大类 字符串类 先看我们的第一条例 创建字符串 创建字符串 有同学就会问的 老师创建字符串都简单啊 你看我给你创建一个 没错 这是一个方法 那还有呢 字符串它是一个类 那它肯定可以 这样创建 不仅如此 我们还讲过 在字符串的创建里面 去这样 插入一个变量 这就是三个创建的方法 那么还有一个 不是很常用的一个方法 百分号Q 大括号两边扩起来 或者小Q 竖线 扩起来 这几种方法都是创建字符串的一种方式 同学们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创建字符串 并不只有一种方式 但是每一种方式 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该如何去运用 该如何去使用 这就要看我们自己如何去把握了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环节 字符串中常用的方法 或者说函数 第一个要讲的方法 就是计算字符串的长度 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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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度这一个单词是什么呢 Length 对不对 Length 那我们试一下 好像Length有 3 为什么是3呢 在这里需要提醒一下同学们 一般来说现代的编程语言 不管你是开发安卓平台的 用Java 或者开发IOS的 用OC 或者用Ruby 或者用Python写服务端 现在都不用字节去计算了 一般都返回的是个数 汉字就返回汉字的个数 西文字母就返回西文字母的个数 汉字和西文字母混合就返回混合的个数 现在是不会专门去计算字节数了 所以希望同学们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第二个方法叫做判断字符串是否为空 空 空是什么 英文怎么说 Empty 对不对 Empty 好 同学们要记住 在Ruby里面有个规范 就是疑问的方法 判断的方法 要加个问号 好 我们先试一下 A它是否为空 A肯定不为空 那我们初始化一个A为空的字符串 来试一下 True 这个方法可以非常方便的判断 一个字符串是否为空 但是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来判断呢 对 没错 用Lens也可以判断 一个为空的字符串 它的Lens一定为0 第三个方法 就是判断 一个字符串中是否包含另外一个字符串 我们来初始化一下 A字符串等于 Hello Ruby B字符串等于 Hello 我们要判断 A中是否有B 是否包含 包含的 英语单词是什么呢 Include 然后我们把B放进去试一下 True 最后我们来学习一个运用 就是判断两个字符串是否相等 两个字符串是否相等 我们该用什么呢 判等符号 对不对 判等是两个等号 A和B 它可能是不等的 一个还有Ruby 一个Hello 那我们再初始化一个C C跟B之间 它是直接相等的 有同学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 在加网语言里面 这样两个判等符号 它是判断的对象的地址是否相等 而不是判断的值 但是在Ruby里面 不是这样的 没有那么多顾虑 它就是直接判断的值 所以请学习的加网同学 放心实用 字符串中常用的方法 我们就讲完了 本期的作业是 同学们把本节课中说 讲过的方法 在自己的草稿笔记本里面 随便什么地方 好好地罗列一下 回顾一下 然后再上Ruby的官网去看一下 还有哪些方法 把它栽操进去 非常的简单 但是非常的费时间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好好地去完成它 好 本期课程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的收看